叶尾你好 部长,今天ETEC开始上路 听说这两天装ETEC超过三万人 排队排得要命啊 我是没点要是这样报导了 如果是这样子一直在排队 我想远通的服务是不理想 我们会要求它改善 是吗?你觉得还是应该要去排队赶快装吗? 我们觉得 就是说如果是我个人的话 我想我会去装 原因是这样会比较方便 但是呢,如果用户人不愿意装 这是用户人的权利 部长,到今天总算才有媒体报导 就是有像你们这样不断帮他宣导 大家都以为没有装ETEC就不能上高速公路 所以才会排队排成这样 到今天总算才有比较大的媒体报导说 不用装ETEC也可以上路了 你们要多宣导一下这个好不好 我们高工局的网页上一直有这样的说明了 那高工局要不要再补充说明一下 高工局不用啦 你们的网页人家怎么知道 你们要赞用媒体这公共议题 我在我的脸书上是说我还在抵抗图立财团中 其实呢,我要在这里特别在这里再说一次 没有装ETEC是应该的 用户人,人人平等 不能因为没有装ETEC就有差别汇率 这是法律保障的 好,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 而且你也答应我嘛 好,就是九折的这个通行优惠呢 半年内 对,半年内 就是7月1号开始嘛 你那时候的 好,那是因为 要让你系统变更 不是因为要图立远通 是,是 因为要平等 好,我再强调一点 半年内是为了让你系统的变更 不是为了再给远通6个月 去冲高它的ETEC 不是图立远通 另外你也在这里答应 这个手续费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它的这个缴费的地方不足 27个里面有21个在高速公路上 所以你在这里呢 说他答应在开始继承收费以后 至少有120个 对 好,已经有了吗 到今天为止上网 还是没有 请那个副局长说明 他说有了 副局长你要follow 你答应的 你在这里答应了 到今天已经上路了啊 然后你现在又凹说 因为还有三天的免费期啊 120个在哪 我们就要上路了 所以他这些相关的资料 其实都在网页上 我们要去拿 没有 没有到今天为止网页120个 还是没有 我们要马上赶快上 还是没有 你在这里答应了 全职的动作都已经恰妥了 那就赶快今天就要上去 因为今天就开始啊 我们请他们拿下来 他又害你的这个承诺跳票了 部长远通根本没有把你当一回事啊 120个来 另外你也再压了一个日期 就是春节以前 你要求远通要真的3600个都不收手续费啊 这也是我们也做了决意 你也在这里要求了 我们会去协调那个远通做这些事情 再有一个月哦 不要忘记我只是在提醒你一次啦 事实上其实呢 我们知道啊 这个从头到尾啊 都要注意 我们是要站在民众这边 而不是要帮远通冲高他的e-tech的升装率 这是你们承诺的 不要再拖 不要再用拖字来图力远通 好不好 是 好 另外呢 我也在这里 一样的再一次的告诉大家 没有装e-tech人 可以忍一忍 甚至于我甚至鼓励他们 为了不要图力远通 7月就去把他退了 我再告诉你哦 因为远通本来就有义务 本来就有义务 至少没有装的人 他也要有义务把账单寄到用路人的家里 对不对 对不对部长 所以说如果他没有这个 他没有装的话 远通会有一个账单通知你 好 来 订定这个契约的 当初的路政司长在这里 我们照契约也是应该有远通负担 照公路法 照规费法 都是这样 一直在这里 大家也都这样 你们在在的表现 表证也是这样 从来都是这样 结果最后 今天我竟然发现 缴费通知 这个平信通知啊 竟然是 交通部高工局出的钱 这个远通真好赚耶 反正他只有设置好收钱的机器 然后什么优惠什么条件 原则上契约里面 他包括相关的一些作业处理费 本来就不是在契约他应该负担的部分 那在公路法里面也是规定就是说 作业处理费是要由用路人来负担 所以这个是我们是医约跟依法来做行政 但是委员会希望说能够针对于没有装的 也必须要能够账单通知 所以我们才说那我们原则上尊重委员会的要求 所以我们来增加这样一个作业 所以这一部分的成本是要由政府来负责 不是啊 我在这里质询一再问得很清楚 从上一届问到现在 这里面你们都答应说 这个应该是远通会寄平信通知 远通会 部长你就在刚刚你还是一样跟我一样认知 还是这样说嘛 由远通来寄这个通知 我们在这里不止一次的针对这个问题讨论过 结果你们现在把远通该做的又揽到自己身上 相关的账务处理远通公司必须要出这个 局长 送通知单 但是成本的部分 那个不在他的这个契约范围之内 要跟委员报 送通知单 结果成本政府出 这个当初的局长 现在我们的次长 次长呢 次长 你当初有说 作业处理费指的是账单不缴的再通知 对就是双括号那一部分 讲得很清楚是这样 是跟委员报告 当时缴的就是说所谓双括号的通知的这一部分 那现在是因为上个会期里头 那么应委员的要求加了一个临时的所谓的平信的通知 所以这一部分原来不在原来的合约的范围里头 所以变成高空局现在的处理模式上 那么可能要按照合约来跟他们来谈 你们这个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图立远通 这个贪得无怨的远通呢 就每一笔通通赖给政府 只要他要出钱 他只有负责什么 收钱的工具 就是装一装那些继承收费的工具 然后他什么都不出 什么都不做 他只管收钱 这样你们也可以接受 这样的契约 次长当初是你签的 这个签契约 这个契约呢 连部长在这里都说当初签的契约 很有问题 跟委员报告 其实契约当时也不是我签的 我后来也是接手以后 才再处理后续契约的问题 就是你有成语在内啊 对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远通的行为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 契约是不是真的就像你讲的 你们讲的说 契约里面说这笔钱是要政府出 你们在之前给我们的答复 在这里咨询的时候告诉我的都是 这笔钱是远通要出 现在又帮远通讲话 又说这个不是远通要出的 我们再来研究看看 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 好在这里 我再针对今天的这个议题 来请教一下部长 部长 今天的观光赌博管理条例呢 行政院的版本 在当初毛治国部长的时候提出了三个条件 你知道吗 是 哪三个条件 一个是高度管制 一个是专责机关 一个就是要有一个防堵的机制 这样 对 一个就是要警察权 那结果呢 我们今天的版本 我看不到 我们是有警察权 这个是不是我请那个陈次长来说明一下 来我们一个一个来 专责机关成员怎么样 组织地位怎么样 组织人员在哪 现阶段里头 那么内部其实已经有一个设计了 那么原则上大概是有120个人 分着五阶段慢慢的来禁用 那当然在处理的工作里头 他有一些相关的配套的小组的组成啊 那这些组成的 这一个组成里头呢 有所谓的四个组 一个是法律 即公共事务组 一个是调查审查组 一个是职务法解体组 一个是责任博弈 即所谓的博弈游戏设备组 所以事实上的话是按照阶段里头 来来来处理 好 部长 在今天的行政院版 完全没有看到他刚刚说的那些 因为那个名额多少 那应该在组织法里面 这个是个作用法 所以我们没有在这个法上会 好 等一下准备一起附上来 好 来第二个 警察权 好 各位委员报告 那么警察权的第一部分是在 我们县庭的条例里头 第30条里头有规定 那么他特别提到 在第二项里头特别提到要准用所谓的警察直权行使法的规定 那此外呢 他里头所做的规定呢 那么在处理上警察可以那么查证要进入赌场人的这个身份 那么甚至不应该进去的人他进去了以后呢他也可以做距离的动作 那此外呢他也可以检查现有的赌场的相关的记录 跟现有的这一间 那么如果说在赌场的处理过程里头有妨碍到 那么相关的 请问这个机关专责机关人员有没有请警察权 那么事实上的话 这里头是在20级条里头有一个设计 那么这一些人员要从其他的经的人员里头去调 调度跟派用 那调跟派的里头就会有内政部警察署 内政部警政署的人那么进来 我要问的就是这里 到底你这些是真正的警察权 由警察来介入 还是专责机关的人员 半套的警察权 那么这一些的话是要调警政署的人员 那么来当所谓的调查 所谓的调查人员 24小时进驻来行驶警察权 你给我很肯定的 直接了当的 这些要行驶警察权的人 是所谓你们的专职机关人员的半套 还是真正有经过国家考试认可的警察 这样够清楚吗 29条里头特别有规定 那么要调所谓的调 那么对不起 都可以来 什么叫都可以 对 什么叫都可以 什么叫都可以 就是有些是警察 有些不是警察 是不是 对没有错 不行哦 注意哦 部长 好不要胡隆我 我要的就是 我的问题很清楚 警察 跟专责机关人员还是有有距离的 警察权呢 还是要真正的警察 这跟当初的条件是有所违背的哦 因为特别是刑事案件啊 是不是 刑事案件的话 现行的条件里头有规定 那么当场就要通知当地的警察来一起来处理 那么事实上的话 所谓的这些调查人员是借调警政署的人员来行使警察的这些公权力 但是有涉及到刑事的这一部分 对不起还是要当地的警察一起来共同处理 调查、调、调、调动警政署的人员 警政署有不是警察资格的人员吗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一些所谓的调派的这些人员 派驻的人员一定是要有警察资格 那么懂得行使 那么警察职员的人来处理 这样你跟刚才说的又又不一样了哦 如果都是有警察资格的 我就没有意见 但是你刚刚前半段给我的答复是没有 有一些是没有的 但是到底是怎么样啊 哈 到底是怎么样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警察的资格啊 进住的人员我们期待当然是一定要警察 不是期待哈 这是要求不是期待哈 好 我们等一下主条的时候再来哈 这个不能够用期待的哈 这个这个是这个必须要是 警察权必须要有警察 不可以随便的人就行使警察权 最后一个条件 来高度管事 来你们怎么样高度管事啊 那么有几个作法啦 第一个就是要防住犯罪跟洗钱的这个作法 那当然里头会涉及到所谓 各性的审查的问题 那么这一些 业者他本身要有所谓内控内积的 所谓账户还要受到所谓的监理的问题 那么博弈调查人员24小时进驻的问题 那此外呢 还有所谓的游戏 博弈机台 这一些桌台 那么要经过审验通过 那么游戏博弈的这些相关的游戏的规则 那么市长 对 你说这些哈 都是骗人的啦 来我就这样说 为什么你说 你的条文里面说 不可以跟赌场借钱 不可以用信用卡 这个时代哦 不可以用信用卡 不可以设提款机 看起来好像跟真的一样的高度管制啊 其实是什么 其实你这个根本就是鼓励这些 专门在赌场当监客的借钱给人家 哈 来 再来哦 还有哦 你呢 一定 只有 你只有禁止未成年进入 其他全部都可以进入 无论是本国外国人 除非他自己去申请说 因为他试赌啦 所以申请说禁止才禁止 这个哈 我本来哈 说实在啦 我真的没有反对赌博了 我反对未成年 所以我在 呃 上两届的时候 坚决反对 电子游乐场 兑换现金 因为电子游乐场 绝大部分是青少年 未成年的进入 但是我认为吃喝嫖赌在成年人呢 都是人性 只要好好的管理 这个都是必须必要的恶啦 可是你这个哈 因为我说我的理由是 我看到很多台湾人 远远的飞了好 好远去别的国家赌博 让别人赚 可是我们现在发现我们可能是怎样 可能是 外国人来这里设赌场 赚本国人的赌博钱 对 我们上头都是空 哈 我本来是期待说 我们不用捧着大把的钞票去外国赌博 在那输给人家 我们可以赚一点外国的赌客的钱 结果我们 看看你的管理条例 担心说这变成将来变成 外国人来台湾设赌场 赚本国赌客的钱 好 跟委员报告 其实里岛 那么跟本岛之间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那从这边要到里岛 最起码来回 就要差不多四千块的交通会 所以事实上的话 第一个就已经有一些隔绝的作用了 那第二个 我要特别报告的就是说 那么现行的规定里头 除了自己本身 本身 那么没办法进去以外 当然或许 那么下午或许在讨论的过程里头 我们可以再跟委员做一个重文的说明 好 我们再来好好的讨论 谢谢